缘起的道理是菩提树下的希达多台子 对宇宙生命普遍现象的洞察 佛教以缘起解释世界、生命及各种现象产生的根源 由此建立起佛教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依着觉悟缘起 从这一步出发 安乐之门向我们敞开光明 在阐述我们生命流转的十二只因果元起中 一个住着拐杖步履蹒跚的盲眼老人 所代表的无名是第一元起 以老人作为代表是因为轮回没有歧视 眼盲是因为看不见人和事物的真相 住着拐杖则是因为尽管无名能产生众多的痛苦 但却没有真实的基础 而正因为无名不是惦记于实相 自然能被智慧所破解 无名有两种 一种叫根本无名 它是对人与事相产生错误认知的一种实体 另一种叫知分无名 它所误解的对象是因果循环 也就是夜暴 这种无名让人看不清中什么因会招致什么果 它还会增长邪见 像是教人以为作恶会产生快乐的 在轮回头的第一个部分 已经对无名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不幸堕入轮回恶道的话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造作了杀生的恶业 那么你谋创 执行 一直到完成杀业的这段时间的错误想法和懵懂 就是引发这个特有行为的无名 如果要是除去了无名 知道造作恶业 将来会遭受什么恶果的话 根本就没有人肯去造业 还有谁会去杀生 偷窃 单逆于不正常的行为 说谎 搬弄是非 俘虏他人 或者是无意义的喋喋不休呢 图中第二个 以陶匠制陶来象征第二缘起 行 陶匠驱途制陶会做出新的器皿 并且陶匠一旦启动转轮 不需要多花力气 转轮自然会持续旋转 同样的 有情众生一旦发生夜行 就会在星石里种下习气种子 而这份习气能一直横行无阻 直到产生过报 夜行 从善恶的发心 造作的方式 受报的时间和结果 总体与细节 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等多个角度 可以区分成不同的情况 但造作 使人投身善道或恶道的完整行为过程 必定包含下列五个因素 一 发生意图 二 确认作意的目标 三 加行准备 四 正行完成 五 夜行完成前 原先意图不曾改变 举例来说 你原来预谋伤害一个生命 结果伤害的却是另外一个 那么 这种夜行固然是恶行 它的果报 也当然会是恶报 但却还不足以构成一个能够决定你下一生去处的特定完整夜行 不完整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伤害对象发生了改变 夜行要完整还必须具备另一个条件 那就是第五条 原先的意图不曾改变 再举例来说 如果受害的生命没有立即死亡 而你想着 这真是可怕 我不应该这么做的 那么 即使这个生命不久以后死亡 这个行道仍然不算完整 然而即使不完整 这夜行的果报 依然极为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提示给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及时的忏悔和改正行为 是多么的重要 一只猿猴代表第三人情的仪式 聪明好动的猴子 很能代表实体飘来荡去的灵动特质 在十二元旗里 时又会分为两种 因时与果实 由第一元旗无名引发的第二元旗 夜行一旦完成 其功能便会流入当时的新时 这个短暗的新时 这个短暗的新时就叫做阴时 在夜行完成的当下立即发生 阴时指的是沾染善恶的潜能种子 是个中性的实体 所以无论是善是恶都能沾染 以善恶或德行非德行的方式 落入新时的这种夜行习气 具备一种功能 它能够决定有情众生 未来生投生的地方 而决定今生的功能 则有可能来自于过去任何一生中 所造作的无名夜行 这个过去生 可能是今生以前的百万生 甚至是在百万亿年前的某一生 不断累积过来 根据习气功能力量的强弱 它还会决定一个人的现世寿命长短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互生长寿 杀生短命等 这种决定性的功能 以我们的夜行习气滋养的表现容下 像是有人问我们 要是有下一辈子 你想当什么 我们会立即回答 我想当什么什么等 又或者 有些人从小就喜好杀生 而有些人 则恰恰相反 天生慈善平和 这的确昭示出 我们其实一直受 自我夜行习气的牵引 在知觉或不觉间 孕育着某些功能 然而 从实际角度出发 我们又几乎无法控制自己能够不被习气牵引 比如在睡梦中 我们常常会感受欢乐 恐惧和痛苦 甚至 有时会变成一只小狗 但我们 却很难改变自己在睡梦中的处境 同样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常常将自己置于怒不可遏或是情不自禁的失态境地 那么 学会控制处于生命临终时的牵引习气 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件难比登天的事 现在 我们明白了 当一个人的一生即将忠敬时 死生的功能 会受某些夜行习气等因素的滋养 从而引发头生的去处 那么 你会选择如何面对死亡 因素的概念 已经开始向我们指出了 临终忏悔和往生超度的重要性 尽可能地让你临终的现行习气 要成为堕入轮回恶道的牵引动力 而大部分人在临近命中时 往往启动的现行习气 是对自己的财 情 名 权等的强大执着 巴尔扎克笔下 那个手握黄金不宜厌气的可怜老头 格朗台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而这种执着 恰恰是极易使人 堕入三恶道的牵引动因 在我们所谈到的十二元气中的 前两个半元气 也就是无明 行 以及阴时 能够发生在我们过去的任何一生当中 这三者被称作牵引因 是因为它们是造就我们这一辈子生命形态的主要衡量 当我们搞明白了导致我们如今生命形态的这前两个半元气 再接着讲述 发生在今生的后七个半元气和发生在后世的两个元气就会容易得多 因为它们因为它们主要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似乎比我们更近 似乎比我们更近和更易理解 而会在众生交配的地方律师 会在众生交配的地方徘徊 那就没有办法进入它的胚胎 相反的 你要是有投生为狗的习气种子起了现形 那你就会受胎狗身 不由自己 如果即将投生为雄性 就会被雄性也就是母亲所强烈吸引 而且会对父亲产生厌恶感 反之 投生女生的则会被父亲强烈吸引 而对母亲产生厌恶感 脱离了中阴身 你便进入了新母亲的体内 那就是新生命的第一个片刻 这称为过时 指的是新生命一开始时那一片刻的心事 我时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 只持续到第四元起 明色生起的前一刻 明色由一个人常传来表示 明是指一个生命 瘦 响 行 食等四个精神范畴的聚集 色是指物质现象的聚集 一个生命的精神范畴 搭乘在物质现象的船里 这基本构成了一个完整生命的形态 也就是身心的开始 在生命胚胎的发育期间 在生命胚胎的发育期间 直到五官长成之前 都属于一层 五官的形成 成熟了第五个元起 六入 由一间空物的六扇窗户表示 六入指的是眼耳鼻舌身翼这六根 这六根是眼时 耳时 鼻时 舌时 身时和意时 这六时的所依处 六时依赖着那六根来感知外部的六径 即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当可以感知外部事象的六入 开始起功用的时候 第六个元起 触 也就是接触与感受 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触 在画面中 由一男一女的接触来代表 大致上 这个图格象征的 其实是一种分别状态 当我们用一个由之前发生的叶形习气种子 所滋养出的心识经验体 通过眼 耳 鼻 舌 身 意 这六根 接触到外部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这六径 从而产生 心的眼识 耳识 鼻识 舌识 身识 和意识之六识 进而 就使人能够辨别物相 为使人喜欢的乐 还是令人讨厌的苦 又或者是无称之为舍的 忠信的感受 第七元起 瘦 以一支插入人眼的剑来代表 这种声动的方式描绘出 瘦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中心的事实 剑插入眼的强度 说明了苦无恶对于我们生活的控制程度 十二元起里的瘦 指的就是在母体中的胚胎 通过六入解除六境 第一次开始产生苦 乐 舌 三种分别感受 一直到生命体能够产生 情欲兴奋为止的这段时间 当然 也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瘦也发生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 能够让我们产生苦 乐 和舍的分别 并产生爱直的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十二元起尚未讲完 但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不断地接近真相 通过前面所了解的无名 形和音识 这发生在过去时的前两个半元起 我们基本明白了 我们应该学会通过改变自己的夜行 进而控制自己将来的去处 而通过了解过时 明速 六乳 处和寿 这四个半元起 尤其是第六元起 处 和第七元起 寿的发生原理和过程 我们对控制我们的身心练习 进而改变命运 会产生更大的信心 因为这个发生过程 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那就是 既然我们对每一个当下的事物 产生苦乐的感受 并进行分析 判断和行为 是依赖于前一个星石经验体 通过六根来感受六镜所获得的 那么 毫无疑问 我们由此所产生的新的星石 也必将左右下一个星石的发生 进而 在产生之后的叶星 然后 在发生新的星石和叶星不断连续下去 其实 这正是生死轮回 轮转不息的方式 但这也恰恰提醒我们 既然当前的星石 永远依赖于前一个星石而存在 并作用于后一个星石 那么 这个深沉的星石 也必然全部承载了我们 以往生命中的一切所作所为 不仅将过去所有的夜行因果 表现为我们现在的身心形态 并且 也会将这所有的夜行因果 投射于未来 让我们的生命 看起来没有一个开始 也没有一个终结 这看起来 正像一个圆圈上的一个点 你说 它是起点 还是终点 欲知前世音 今生详者是 欲知后世果 今生作者是 原代知名学者刘密 在《三教平心论》中的这句祭语 至今为人所耳熟能详 对应现实生活 这句话的简单翻译就是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过去 看一看你现在的情况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将来 看一看你目前的行为 所以 改变自己命运的大门 其实已经在向我们敞开 那就是去觉悟当下的自己 尼连河畔菩提树下的乔达摩西大多 在阅读明星的当下 局悟了圆起信空的宇宙真相 瞬间摆脱了苦难轮回的束缚 获得了彻底的生命解放 当我们从这一个当下 开始培养觉知 体察无常 放下情绪 谨慎因果时 生死之轮就开始发生改变 我们会逐步发现 原来这每一个当下 本就清净文化 具足一切美好与幸福 当我们开始去改变这每一个点的时候 所改变的将是我们的整个生命人权 也许有人会对我们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也许有人会从内心深处认可这个道理 对我们而言 这不重要 但请记住 这两个态度同样是业性 也都会产生下一个心事 结果 也会导致两种生命圆圈的诞生 你 将如何把握你的当下 第八元气 爱 是指一个生命因为绝受到苦乐等分别 而产生贪恋执着 爱以正在艳乐的人们为代表 这表现出人们屈乐必苦 以及不愿意减少舍受的欲求 虽然自打娘胎开始 我们就能感受到爱恋执着 比如从小时候的执着玩具 到长大以后执着事业和爱情 但在十二元气里 爱 所强调的主要是能滋养业能 以牵引未来生的爱业 而第九元气 曲 则是对爱的一种更强烈的燃烛 在图歌中 由正在采摘树上水果的人来表示 正好像一首歌的歌词一样 爱得痛了 痛得哭了 哭得累了 日记本里夜夜之中 记载着你的好 想上有毒药 它反复骗着我 在生命的任何一个时刻 都有可能发生爱和曲 将过去生的无名夜音 造成的今生果报 再次转化为未来生的因果潜能 第十元气 油 则是由爱 曲 所产生的充分成熟业力 发生在今生的最后一刻 能够照感未来生的果报 油 在图中由交构的男女表现 象征由爱卓和直曲所滋养的夜音 已经全部造化为潜在的业力 随时能照感下一生的果报 简单地说 油 意味着不可更改的结果 现在 我们知道了在一个人寿命中尽时 由爱和曲所产生的有 对于未来生的果报 有着特别强大的影响力 几乎无法再改变 不过 回过头让我们想一想 既然我们当前的生命就好像这个生命圆圈上的一个行径点 而这个生命圆圈的特性是无始无终 那么 我们理所当然的 可以把我们当下发生的这个生命点 既定义为起点 也定义为终点 那么 必定的 十二元起 也都毫无疑问的 可以发生在你的每一个当下 当下 却学会改变每一个当下 从当代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角度出发 我们的生命体本就处于每时每刻分散聚合的运动变化之中 幻生幻灭 只不过 我们习惯性地把它执着为 一个粗大的 可以稳定存在的连续体 我们的生命相对于之前的一个当下 现在的当下正处于分散之后的重新聚合 相对于之后的一个当下 我们的生命又正处于从聚合走向分散 经历每一个当下 我们确实已经经历了一次生死 已经经历了一遍十二元起的轮回 所以 去学会改变每一个当下 当我们放下了这一个当下的贪爱之主 进而改变了我们的夜行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会发生灿烂的变化 通过了解诸行无常的道理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绝不是不可实现 如果我们有能力改变自己以往的生活方式 和人生态度 比如从极公敬礼到无欲泽刚 比如从雅兹必报到有容乃大 那我们就能学会控制自己的习气种子 不断地屈善避恶 直至过得究竟的安乐 我们要去学习忏悔以往的无名夜行 因为忏 表示我们已经认识到 以往处于无名愚痴的自己有多么可笑 而悔 则强调出同样的错误 今后不会再发生 但千万不要把自己担逆在 这是我的素叶因果 对此我理应如何之类 只会将事情向越来越糟的方向发展的话中 其实道理很简单 如果以往的因果素叶不可更改的话 那我们又怎么能做到 像愚公移山或是觉悟成佛这样的事呢 有些人认为 信佛和学佛的目的和作用 是为了造福来世和精生无关 对于这个问题 前十个缘起的过程 已经非常清晰地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 无论信佛与否 我们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每一个当下 进而塑造从下一个当下升起的未来 信佛学佛也是我们改变自己每一个当下的手段之一 从这点上讲 它和去搀扶一个老人过马路 并没有什么差别 不同之处在于 因为佛法对于我们的生命过程的认识 是如此的清晰透彻 并且对于让我们的生命 从沉溺轮回痛苦的此岸 到安详解脱快乐的彼岸 有着完备可靠的方法 那么 信佛学佛的人的生命 将会从生死之轮中 获得什么样的超越 可想而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先回到十二元七里 等一会儿再接着讨论如何解脱轮回的事 当我们暂时对于解脱轮回尚且力量不足的时候 那么 第十元七 有 这个在人灵中时 能照感未来生火爆的潜在夜灵就会起作用 导致第十一元七 生的发生 生 指的就是新的生命 在图格中 由妇人产子表现 在十二元七中 生指的是受孕的那一刹那 而不是指脱离母胎的时候 有了生 自然产生了标志着衰变毁坏的第十二个元七 老死 土中 土中由肩负重担的老人代表 十二元七 由盲眼老人开始 回归到负重的老人 让人确实感觉到我们的生命过程是如此不堪承受的迷茫和颤重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 这个阴火轮回的过程 由于不了解事项 和和无常的本来面 我们陷入强大而平常的自我之中 进而被鼓动起三项烦恼 谈爱 称惠和愚痴 第一圈中 由三种动物所代表的这三项烦恼 成为生死之轮的发动机 让我们沉溺于第二圈黑白半圆所象征的善恶业海中 我们的每一个或善或不起心动念和行为结果 也就是业行 从这里开始推动我们在六道 也就是第三圈中的永恒轮回 轮回 依着十二元七的原理不断造作 即第一元七 如鸣激发了第二元七 行 行 中止后产生于一时的习气 叫做阴时 果实是阴时所导致的投生 这两者的发生间隔 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阴时和果实 统称为时 这是第三元七 新生命时期的开始 叫做明色 是第四元七 明色会发展成第五元七 六入 这是胚胎的法育 当身体形成之后 就发展出第六元七 处 由处而产生第七元七 受 由受 产生第八元七 爱 由爱 产生第九元七 产生第九元七 由取 发展成第十元七 有 也就是下一个生命 开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 由有 产生第十一元七 生 下一个生命即从生开始 生 再继继续形成第十二元七 再继续形成第十二元七 处 受 爱 取 有 这七个半元七 属于今生 生和老死 这最后两个元七 则发生于下一生 有 不 大 有 这 想 互 ja